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扫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问说 百姓为什么哭呢? 众人将雅比人的话告诉他 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是发怒 他将一对牛切成筷子 托付使者传送以色列的全境说 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萨姆尔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 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 扫罗在比赛数点他们 以色列人有三十万,犹大人有三万 众人对那使者说 你们要回复激烈雅比人说 明日,太阳近舞的时候,你们必得解救 使者回去告诉雅比人,他们就欢喜了 于是,雅比人对雅门人说 明日我们出来归顺你们,你们可以随意待我们 第二日,扫罗将百姓分为三对 在沉庚的时候,入了雅门人的营 击杀他们直到太阳进入 剩下的人都逃散,没有二人同在一处的 百姓对萨姆尔说 那说扫罗岂能管理我们的是谁呢 可以将他交出来,我们好杀死他 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 所以不可杀人 萨姆尔对百姓说 我们要往吉甲去,在那里立国 众百姓就到了吉甲那里 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 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 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欢喜 第十二章 萨姆尔对以色列众人说 你们向我所求的,我已应允了 为你们立了一个王 现在有这王在你们前面行 我已年老法白 我的儿子都在你们这里 我从幼年直到今日 都在你们前面行 我在这里 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的寿高者面前 给我做见证 我夺过谁的牛 抢过谁的驴 欺负过谁,虐待过谁 从谁手里受过贿赂 婴儿眼瞎呢 若有,我必偿还 你未曾欺负我们,虐待我们 也未曾从谁手里受过什么 你们在我手里没有找着什么 有耶和华和他的寿高者 今日为证 愿他为证 从前,李摩西,亚伦 又领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 是耶和华 现在你们要站住 等我在耶和华面前 对你们讲论耶和华向你们和你们列祖所行一切公义的事 从前,雅各到了埃及 后来,你们列祖呼求耶和华 耶和华就拆遣摩西、亚伦 领你们列祖出埃及 使他们在这地方居住 他们却忘记耶和华 他们的神 他就把他们赋予下所将军西西拉的手里 和菲利士人并摩押王的手里 于是这些人常来攻击他们 他们就呼求耶和华说 我们离弃耶和华 侍奉巴黎和亚斯塔路是有罪了 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 我们必侍奉你 耶和华就差遣耶路巴黎 比弹耶弗塔、撒摩尔 救你们脱离四位仇敌的手 你们才安然居住 你们见亚门人的王拿侠来攻击你们 就对我说 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 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 现在你们所求所选的王在这里 看啊 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王了 你们若敬畏耶和华 侍奉他 听从他的话 不违背他的命令 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 也都顺从耶和华 你们的神就好了 倘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 违背他的命令 耶和华的手 必攻击你们 像从前攻击你们列祖一样 现在你们要站住 看耶和华在你们眼前 要行一件大事 这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 我求告耶和华 他必打雷降雨 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 你们求立王的事 是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了 于是 萨姆尔求告耶和华 耶和华就在这日打雷降雨 众民便甚惨怕 耶和华和萨姆尔 众民对萨姆尔说 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 你的神 免得我们死亡 因为 我们求立王的事 正是罪上加罪了 不要拥打雷降雨 你们虽然行了这恶 却不要偏离耶和华 只要尽心释放他 若偏离耶和华 去顺从那不能救人的虚神 是无益的 耶和华 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 就必因他的大名 不撇弃你们 至于我 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 以致得罪耶和华 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 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 诚诚实实地尽心侍奉他 想念他 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 你们若仍然作恶 你们和你们的王 比一同灭亡 第十三章 扫罗登基年四十岁 做以色列王二年的时候 就从以色列中拣选了三千人 二千跟随扫罗在密抹和伯特利山 一千跟随约拿丹在汴亚敏的基比亚 其余的人扫罗都打发各回各家去了 约拿丹攻击加巴非利士人的防营 非利士人听见了 扫罗就在遍地吹脚 意思说 要使西伯来人听见 以色列众人听见扫罗攻击非利士人的防营 又听见以色列人为非利士人所憎悟 就跟随扫罗聚集在吉甲 非利士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征战 有车三万辆 马兵六千 步兵向海边的沙那样多 就上来在伯亚文东边的密抹安营 以色列百姓见自己围急窘迫 就藏在山洞 丛林 石屑 隐秘处和坑中 有些西伯来人过了约旦河 逃到迦德和基列地 扫罗还是在吉甲 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 扫罗照着萨姆尔锁定的日期等了七日 萨姆尔还没有来到吉甲 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 扫罗说 把凡记和平安记带到我这里来 扫罗就献上凡记 刚献完凡记 萨姆尔就到了 扫罗出去迎接他 要问他好 萨姆尔说 你做的是什么事呢 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 你也不知道锁定的日期来到 而且菲利士人聚集在密抹 所以我心里说 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 菲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 我就勉强献上反计 你做了糊涂事了 没有遵守耶和华 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 若遵守耶和华 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 直到永远 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 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和他心意的人 立他做百姓的君 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 撒姆尔就起来 从吉甲上到汴亚敏的基比亚 扫罗数点跟随他的约有六百人 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 并跟随他们的人都住在汴亚敏的加巴 但菲利士人安营在密抹 有掠兵从菲利士营中出来分为三队 一队往厄弗拉向苏亚地去 一队往伯河伦去 一队往西波因谷对面的地径向旷野去 那时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 因为菲利士人说 恐怕西波来人制造刀枪 以色列人要磨除 离 扶 铲 就下到菲利士人那里去磨 但有措可以措铲 离 三尺叉 斧子并赶牛锥 所以到了征战的日子 跟随扫罗和约拿丹的人 没有一个手里有刀有枪的 唯独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尤 菲利士人的一队防兵到了密抹的爱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